男孩渴望变成女孩 母亲不仅没有反对 还用毛线为她织了果胸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关于特殊群体的电影 《人生秘密逢》 小友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里 母亲一直很少过问她的事 还总是喝得烂醉回到家里 这天放学回到家中 母亲只留下一张字条和少许工资 便失去了踪迹 无奈的小友只好去找到舅舅 舅舅对这个不负责的姐姐似乎已经习惯 他将小友带回家中 还向小友介绍了自己的女友林子 但小友看得出来林子的不同寻常 他对林子表现出了异样的眼神 原来林子之前是一个男生 但是他的内心住着一个女孩 所以他做了手术 第二天小友去上学 带上了林子为他做的精致便当 母亲从没为他做过这种事 这让小友对林子开始改观 下午回到家中 他却开始拉肚子 原来便当已经变质了 吓得林子十分自责 小友连忙解释说 是自己舍不得吃 才将便当放到便制的 林子听完惊喜万分 俩人的关系也变得亲密了一些 这天同学小凯告诉了小友一个秘密 他一直暗恋着高年级的一个学长 面对小凯的吐露心声 小友却只是说了一句恶心 晚上林子和舅舅都要值夜班 林子让自己的父母来照看小友 林子的母亲告诉小友关于林子的事 中学的时候呢 林子上起了柔道游泳等课程 但是在上课的时候啊 不免有肢体接触 他为了避免这种肢体接触 每次都用各种各样的理由避开了课程 母亲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林子说自己想要一对胸部 他从小呢就拥有一个女孩的灵魂 但因为是男儿身 他的胸部一直长不大 为此他十分沮丧 母亲听到他的话后十分震惊 但是他并没有反对儿子的想法 反而用毛线为林子做了果胸 虽然林子没有生来就成为女孩 但他幸运地拥有体谅自己的家人 母亲许久都没有回来 小友想是不是母亲把他抛弃了 当晚他梦到了母亲 哭着醒来后是林子安慰了他 第二天小友林子和舅舅一起去赏樱花 林子做了精美的便当 三人相处就像一家三口一样 小友和林子也渐渐地感情深厚 这天小友和林子一起去超市购物 遇见了同学小凯和他的妈妈 小凯妈妈误以为林子是个坏人 在小友面前说了很多林子的坏话 还让小友少和林子这种人往来 结果被小友用洗洁精喷了一身 小友因此被带到了警局 好在同学的妈妈没有深究 事后林子告诫小友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都不应该那样做 如果实在认受不了就编织吧 每次生气的时候他就编织 渐渐地就消气了 小友听完开始向他学习编织 晚上林子和舅舅商量 如果小友的母亲一直不回来 可不可以他们俩收养小友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呢 林子已经将小友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舅舅答应了 第二天小友去到学校 不知是谁将林子的事说出去了 同学都嘲笑小友有一个变态的家庭 小友羞愤地逃离了教室 在外透气的时候 他恍惚间看到了妈妈的身影 回家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 他愤怒地撕碎了母亲的衣物 一直到很晚才回到舅舅家 因为白天的事呢 他对林子产生了抵触 他开始躲着林子 还将自己关进了衣柜 林子为了开解他 用传声筒和他分享自己的秘密 小友也敞开心扉 说出了昨天的事 林子才知道小友一直很想念妈妈 也明白了自己代替不了他的妈妈 伤心的林子 在外出的时候出了车祸 但是医院一定要他住在男病房 原来林子的身份证上还是男性 舅舅和护士争吵起来 小友十分愧疚 来到病房向他道歉 俩人逐渐放下了心结 这天小凯来找小友 小友邀请小凯到家里玩耍 或许同为特殊人群 小凯和林子相处十分开心 结果被小凯的妈妈看见了 她本来就对林子有偏见 害怕林子带坏自己的儿子 于是呢 向儿童辅导机构举报了林子 儿童辅导机构检查小友之后 并没有发现他受到了任何的虐待 这才放心离去 但与此同时 小凯回到家中 发现自己给学长写的告白信 被撕得粉碎 她深知妈妈对这种事的深恶痛绝 林子有一个理解自己的母亲 而小凯就没那么幸运了 妈妈将她的这种行为 视作罪孽深重 绝望的小凯吞了一大把安眠药自杀 好在妈妈及时发现将她送进医院 小友去医院探望小凯 为了给小凯信心 小友将自己的幸运币送给了她 林子曾说过 织满80个编织品之后 会将它们全部烧掉 到时候她就将自己的身份证改成女性 今天就是这个重要的日子 在舅舅和小友的帮助下 林子编织好了编织品 他们将编织品带到海边烧掉 希望能够带走林子的烦恼 林子终于能光明重大的作为女性生活 本以为三人会这样一直生活下去 但是母亲却突然回来了 并且打算带走小友 舅舅深知母亲是什么德性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抛下小友了 于是说 想和林子抚养小友 却被小友的母亲嘲笑 母亲对林子说 你永远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妈妈 小友听完 直接对妈妈动起手来 比起不负责任的母亲来说 林子才是个真正的好妈妈 母亲也知道自己犯下的错 她窘迫地准备离开这里 但是小友不愿意再失去母亲 她愿意和母亲一起离开 但在走之前她要最后再和林子住一晚 晚上林子和小友睡在一起 林子故作坚强地说 这样更好 以后就不用收拾被她弄脏的衣服了 收完林子爬起来开始编织东西 但是这次无论如何 也无法去除她心中的烦恼 第二天一早 小友向舅舅和林子告别 坐上了回家的计程车 小友走后家里恢复了往常的冷清 正在林子伤心的时候 她发现了小友留下的东西 虽然世俗的眼光总是对另类的东西 给予冷眼 但是别人无法干预我们的人生 做内心的自己比什么都可贵 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真正的自己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